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打算到柯丽县白头镇去视察西红柿收购情况的江老 在路边却意外地碰上了曾毅 曾毅所展示的两台大型农机设备令江老也非常感兴趣 同时也很赞赏曾毅的工作思路和工作能力 来中化市之前江老就听过曾毅的名字 但也只是听听罢了 他可没觉得一个年轻干部能有多高的眼界 不过这次来到东江 江老还是有意收集了一下关于曾毅的资料 结果发现这个曾毅还真是很不简单 不管是南云县的江军茶 还是南云医学院 又或者是小吴山的养老产业 乃至于到了东江后的医保改革 以及前不久的结杆粉碎回收政策 曾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改革魄力 这让江老眼前一亮 他之所以来到东江 就是对东江这些年在改革上的停滞不前有所不满 曾毅的出现让江老有一种意外的收获 所以在接待晚宴上他特意点了曾毅的名字 捧高曾毅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化时的领导班子树立一个标杆 只有曾毅这样的干部才是我江海正所欣赏的干部 谁知这曾毅也是个心有灵犀的人物 江老刚把曾毅拉出来 曾毅就知道自己又被当做了骨唇 所以不等江老明示干脆就自己狠狠地敲了一击重锤 这倒让江老省了不少事 曾毅的表现也令江老重新对他进行审视 江老在心里不由感叹 自己还是小瞧了这个年轻人呐 江老点着头脸上露出笑容 好啊 好啊 三农问题是近几年中央最为重视的问题 同时只有很好的解决了三农问题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 在这一方面中化时做得非常好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给我们蹚出一条新路子来 赵真吉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江老到中化好几天了 这中化时还是头一回得到江老的表扬呢 他赶紧说 有江老这句话 我们中化时一定会豁出去了往前闯 张伟正也是赶紧跟着表态 请江老放心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最大的诚意来解决好三农问题 他也没想到中化时唯一得到的这次表扬 还是沾了曾义的光 可曾义是谁呀 他是中化时上上下下的公敌呀 这叫人何其尴尬呀 表完泰 赵真吉想起今天江老来柯立县的目的 于是赶紧朝曾义使了个眼色 又说道 小曾啊 柯立县西红柿收购的事情进展如何了 你把具体情况向江老做一下汇报 曾义当然明白赵真吉的意思 不过他没有讲西红柿收购的事情 而是看着江老说 江老我要向您介绍一个人 江老有些意外 可还是微微一点头 算是答应了曾义的请求 曾义赶紧朝站在不远处的钱总招了招手 示意他上前讲话 那边的钱总看到曾义朝自己招手 眼神里全是不敢置信 他已经认出江老来了 要知道 以前江老在任的时候 经常是出现在电视上的 几乎是家喻户晓 近些年卸任以后 江老虽然很少露面 也比以前苍老了几分 可大致容貌没有改变 所以钱总还是很容易就认出来 只是他不敢上钱罢了 他一个小小企业家 可从来没有想到会在这么一个场合 亲眼见到这么大的一位人物 来到江老跟前 钱总也和曾义一样 先冲江老居了一躬 可明显有些紧张 有些手足无措 就听曾义说的 江老 这位钱总是千龙集团的负责人 千龙集团是一家专业生产浓缩果汁的企业 产品畅销全球 是很多世界知名饮料企业的重要供货商 这次颗粒线的西红柿出现了严重的滞销 种植户很可能要面对重大的经济损失 是钱总慷慨相助 在千龙集团已经完成了 今年原料收购任务的情况下 还是做出了大量收购 颗粒线西红柿的决定 与此同时 钱总还积极联系和号召 其他生产果汁的企业站出来 帮助颗粒线的种植户 间接和直接解决了 颗粒线一半以上的西红柿产量 还亲自到柯粒线来督促收购事宜 实在是劳苦功高啊 江老一听 很是有兴致 主动向钱总伸出手去 钱总雪中送炭 这份情意实在令人敬佩啊 钱总双手赶紧握住江老的手 脸上全是惶恐 不敢不敢 可当不得江老这么说呀 江老叫我小钱就是 钱总可万万不行 其实这都是我们企业家 应尽的社会责任 这次柯粒线的事情 中华市领导高度重视 尤其是曾主任 更是为此左右奔波 我们这些做企业的 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 江老哈哈一笑 付出真金白银 真正解决了农民燃眉之急的 还是钱总这样的企业家吗 钱总连连就说 应该的 应该的 这些都是应该的 虽然江老对他很是和蔼 可是面对这么一位大人物 就连见惯了大场面的钱总 也都有些手忙脚乱 沈家喻站在旁边 看着钱总 心里颇为羡慕 同时也对增益增添了几分敬重 换做其他领导 这种场合下 绝对不会像江老介绍什么企业家 反倒会大夸特夸 重点讲自己是 怎么付汤蹈火 为农民排油解难的 至于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企业 怕是早就给忘到脑后去了 在这一点上 增益比任何人都要大度 他是真心的敬重企业家 并且知恩回报 也更愿意把机会 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人 就听江老又说的 我一直都在强调 要重视企业家 今天的事实也证明 我们的企业家 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只要基于企业 已发展的空间 企业就不会让我们失望 这一点 我始终坚信 最后这一句 江老是盯着赵真吉和张卫正说的 张卫正跟赵真吉 心里是一阵惭愧 他们当然明白江老的意思 中化市发展了这么多年 经济总量也很大 却偏偏没有培养出一家 全国都叫的想的超级企业 这不能不叫人遗憾 增益这个时候又说道 江老 在这次解决 克力县西红柿滋销问题上 我们中化市的本土企业 也出了很大的力 因为收购量比较大 收购方运力有限 远水难解尽可 我是金黄集团的负责人 沈嘉宇女士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主动派出数十辆大卡车 并且先行垫付资金进行收购 通过业以继日的运输 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收购的进行 避免了种植户不必要的损失 说着 增益就抬手指向不远处的沈嘉宇 这位就是沈嘉宇女士 眼前的这两台大型机械 也是金黄集团的 赵真吉松了口气 这个增益的脑子还真是好时 这一下子捧出个沈嘉宇来 好歹是帮中化市挽回了一点颜面 当下他也补充道 江老 沈嘉宇女士 是我市的政协委员 还多次被省理评为优秀企业家 江老一听十分高兴 虽然这次的事情不是个好事情 可能够出现这么多优秀的 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我很欣慰 说着 江老冲沈嘉宇一招手 又说 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赵真吉非常意外 一般来说 合影这种事 那都是大伙壮着胆子去找江老提 由江老主动提出合影的事情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今天却发生了 江老这个举动所代表的含义 赵真吉也明白 这是对千龙集团 金黄集团这样的优秀企业 一种无声的支持 当下大伙就在田耿上站好位置 江老居中 钱总和沈嘉宇在江老的要求下分裂左右 然后才是赵真吉和张卫正 曾毅和刘主任则是在最外面 背景就是那两台巨大的多功能农业收割机 由钱总的助理拿出相机 拍下了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照完相 江老也就不再多待 在众人的簇拥下回到路上 坐到了自己的车子里 汽车发动以后 往前走了一劫 就调转车头 又奔着来时的路去了 而不是去事先打算要去的白头镇 站在路边看着车队离开 曾毅才招呼一声说 好了 我们继续自己的事吧 钱总这时候回过室来 激动的抓着曾毅的手 曾主任 别的我也不说了 今后不管什么事 只要你开口 钱某我赴汤蹈火再说不辞 沈嘉宇到底是含蓄一些 他没有做什么举动 可心里同样很激动 能够和江老合影 并且让江老记住自己的名字 对于企业家来说 是一件很大的荣耀 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件事 让自己明白了曾毅 是一个有着什么样胸怀的人 曾毅呵呵笑着 哎呀 钱总严重了 江老说的对 拿出真金白银的是你们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钱总在心里感慨万分 他今天是特意过来中化市 想着来拜访一下曾毅的 顺便呢 也看看颗粒县的西红柿收购情况 这是曾毅摆脱的事情 如果不做出个重视的样子 钱总觉得不好 谁想过来以后 就碰到了曾毅要实地调研金黄集团的 节感粉碎工作流程 钱总也不好 来了就走 就跟着站在田梗上 看个热闹 谁知这一看 还看出来个大机缘 要知道 以前江老在任的时候 分管的就是企业工作 江老调研过很多企业 却从没听说过 江老跟哪个企业家合过影 自个儿能够跟江老合影 这事儿拿出来说 绝对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在地头上又看了看机械作业 曾毅把工时 人力 油耗等细节都记了下来 这也是将来制定补贴 具体标准的一个重要依据 调研结束 曾毅和钱总沈嘉玉 又去了白头镇 查看西红市收购的情况 并且请他们在白头镇 吃了一顿农家饭 第二天上午 江老要离开中华市 返回云海 中华市四套班的领导成员 再次集体前往送行 等江老的车队 消失在高速公路路口 中华市的领导们 就各自散去 只有曾毅的车子没有动 停在原地 等了有半个小时 然后才缓缓地 驶进了高速路口 也朝着云海市的方向去了 曾毅这次去云海 是参加由省农委 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 时间上刚好和江老 离开的这一天是一致的 所以曾毅等于是 追着江老到了云海 这个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天 主要是布置接下来这一年的 全省农业工作重点任务和目标 在会议的最后 省农委还特别提到了 节赶焚烧的事情 要求各地市 坚决贯彻省里的要求 通过禁止和引导的方式 防止再次发生 大规模节赶焚烧世界 中化市的工作经验 自然又被省农委的领导拿出来讲 这让曾毅在会议上 也小小的录了一下风头 会议结束 曾毅叫老张 驱车赶往云海饭店 孙有胜今天正好也在省里办事 曾毅竟在电话里 约了孙有胜晚上一起吃饭 当然 云海的一切饭局 也肯定少不了顾敌顾大少 到达云海饭店 孙有胜已经等在 大厅一角的咖啡屋里 丰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包启帆也在 看到曾毅出现 孙有胜站起身 冲曾毅挥了挥手 曾主任 曾老弟 说着就迈步走出卡座 笑呵呵的赢了上来 包启帆束手 站在一旁 神态恭敬 面对自己的前任老板 他始终心怀敬畏 他到现在都摸不清 曾毅的背景有多深 曾毅笑着上前 跟孙有胜一握手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孙县长气色不错 这次来省里办事 肯定非常顺利啊 孙有胜热情地 拽着曾毅的胳膊 有顾少帮忙 我这事办得自然十分顺大 曾老弟 快请坐 顾床那边啊 还有点别的事 说是忙完就赶过来 曾毅笑呵呵的坐下 包启帆立刻拿起桌上的茶壶 帮曾毅倒了一杯刚沏好的茶 老领导 请喝茶 曾毅点着头 坐吧 又不是外人 搞那么客气干啥 看着茶杯放到自己面前 伸出两根手指 在桌上轻轻点了两下 又笑着问道 最近如何呀 托老领导的福 我一切都好 包启帆一边回答 一边小心地 把半边屁股坐在沙发上 就听孙有胜说 老包这人不错 觉悟高 心有戏 业务能力 更是没得说 这段时间 可是没少帮我的忙啊 孙有胜这话是在告诉曾毅 你放心好了 你把包启帆留在封庆县 尽管放心呢 一切由我呢 包启帆也赶紧说 这段时间跟着孙县长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受益匪浅 曾毅也就不再问 包启帆的事了 他牛脸看着孙有胜 上次收购节稿的事 我还没有当面向你道谢呢 嗨 孙有胜一白手 火电厂是你一手建起来的 我又没出什么力 你谢我干什么 眼下风轻仙的大好局面 也是你早就铺好了路 真要是说谢的话 应该是我多谢你 前人栽树后人成梁 我可是沾了曾老弟 很大的光啊 曾毅笑着说道 把树种大的 还是算孙大哥你啊 孙有胜呵呵一笑 我这个人比较笨 不过就认准了一条 曾老弟种下的树 那肯定都是好苗子 我只管施肥浇水就是了 包启翻在一旁听了 心里对曾毅更是敬畏几分 现任老板的背景 自己是知道的 可连现任老板在曾毅面前 都要如此客气小心 那自己这老领导的背景 有多深 真是超乎想象啊 曾毅笑着一挥手 不提这些了 骨怀的事情怎么样了 曾有胜有些遗憾 哎 古飞渡那小子呀 运气不错 那棵槐树啊 经过抢救以后 居然存活下来了 让这个小子 侥幸过关了 为了以防万一 县里呢 又移了几棵槐树回来 曾毅微微点头 古槐虽然存活了 但缠倒古槐的幕后黑手 至今没有找到 一天不找出这只黑手 曾毅就绝不会罢休 包启帆这时候补充道 我听说前段时间 古副县长向上级提出 要调离封庆县 结果让上级给驳回了 说这话的时候 包启帆有些幸灾乐祸 古飞渡突然想调离封庆县 没有别的原因 实在是被孙大县长 折磨得无法忍受了 不但名声被搞臭 手里的实权 也被孙县长 一一给借了出去 在广场上 看守了几个月的古槐之后 古飞渡 已经成了封庆县的大笑话 人称望怀县长 而且每天 都是露天开放式的办公 再在封庆县待下去 已经毫无意义 搞不好还真要被孙有生 弄到凄惨收场 古飞渡在咨询了 省里当官的老丈人之后 决定效仿曾毅 主动提出调离的请求 结果让古飞渡郁闷的是 曾毅用这个办法 从封庆县成功脱身而去 而他呢 却被死死的 按在了封庆县 上级驳回了他的请求 这个结果 让古飞渡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要想坐收渔翁之力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呀 当初古飞渡 敢于向曾毅下手 目的是想驱狼逐虎 想靠着古浪一方的势力 搞臭曾毅 古浪确实是狼 曾毅也的确是虎 之所以没有成功 是因为自己历令致昏 完全没有搞懂一件 很根本的事情 你自己既不是狼 也不是虎 在曾毅面前 不过就是一只羊罢了 虎不吃羊 已经是发了很大的慈悲 如果这羊还傻乎乎的去招惹老虎 那纯粹就是自己找死 古浪以前觉得自己很高明 可现在不这么想了 他终于知道 你想驱狼逐虎 首先得具备跟虎狼一样的实力 嘴不济 也要有自保的本事 否则下场就跟自己现在这样 求生无门 求死不能 想从风庆县逃出去 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什么叫做活受罪 眼下的古飞度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孙有胜的嘴角 勾起一丝冷笑 想这样就从风庆县脱身 做他的梦去吧 孙有胜当然不肯放古飞度离开 他还有数不尽的手段 等着用在古飞度身上 风庆县的大局 曾毅早就铺陈好了 唯有收拾古飞度这件事 让孙有胜觉得比较有成就感 曾毅也没有丝毫的同情古飞度 那家伙完全是咎由自取 觉得自己挺高明 现在碰到孙有胜这样的整人专家 看他小子还能如何高明的起来 等了有十来分钟 顾迪出现在了大厅门口 看到曾毅就抱拳笑道 哎呀 曾主任大家光临云海 有事远迎恕罪恕罪啊 曾毅呵呵一笑 行了 把你那套收起来吧 你顾迪的道歉谁担得起啊 顾迪笑着一耸肩 哎 你看看啊 我这道歉多么有诚意啊 好歹你也磕套两句嘛 果然是官越大 架子就越大 对付我这种小人物 是一点情面都不给啊 倒叫我有些下不来台了 孙有胜在一旁哈哈大笑 他早知道曾毅跟顾迪的关系 不是一般的铁 今天一见果然如此 能够当着外人的面 肆无忌惮的开玩笑 顾迪这是压根 就不怕别人知道 自己跟曾毅的关系 有多么铁 顾迪扫了一眼 桌子上的茶壶 喝茶有什么滋味 走 楼上我都安排好了 今晚不醉不跪 三个人就一起 朝大厅角落的电梯走去 包启帆快步过去 帮忙按电梯 可也没有打算跟上去 这种场合已经不是他能参与进去的了 等电梯的功夫 三个人站在那儿谈笑风声 这个时候大厅里又进来一位黑脸中年男子 面色冷俊 目光犀利 进来以后直奔电梯 走了两步 看清楚在电梯前等候的人 那冷峻的脸色立刻融化 快走几步过来 顾少 孙县长 真是巧啊 顾迪回头一看 脸上露出笑容 我还纳闷呢 谁嗓门这么大呀 原来是王大司令啊 整个东江省 我看也没人有这么壮的底气了 被称为王司令的人哈哈大笑 哈哈 当兵的大老粗 都是这副嗓子 让顾少见笑了 说着又看向孙有胜 孙县长 什么时候来到云海啊 怎么也不打声招呼 我好热情款待呀 孙有胜伸出手跟对方握了一下 显然是早就认识 啊 我刚到的 还没来得及通知呢 曾毅倒是没有任何意外 孙有胜是宅家的一份子 从小就在部队大院里长大 只要是这个系统的 就对孙有胜不会陌生 这位王司令又看了看增议 他想着和顾敌孙有胜在一起的人 肯定也不同凡响 这位是 顾敌伸手一指王司令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省武警总队的副司令员 王大志 王司令员 这位是中华市农委主任 曾毅曾主任 王大志热情地朝曾毅伸出手去 啊 原来是曾主任哪 不过眼神深处 却有一丝的冷淡 本以为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呢 谁知道是个农委主任 但凡有背景有能耐的 谁会进这种冷衙门呢 怕是偶然跟顾敌孙有声碰上的吧 长天小说首席一关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